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每到夜晚 只有一个男人可以居住 那就是皇帝 其他所谓的男人都是太监 那么太监这种职业 说来也凄惨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太监为何要娶妻子 太监的出生绝大多数都是贫穷家庭 迫于生计 才会把孩子送到 宫廷中当太监 也不是说送去就一定能当太监 小孩到了六到七岁时 大内管会从一批孩子中挑选出几个 机灵 健康的小孩 作为重点培养的对象 那么太监从小就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处 经过礼仪 门华等等陪训数年以后才能上岗 那么太监 除了照顾皇帝的生活起居 遇到小皇帝时 还要讨好皇帝 陪皇帝玩耍 也是一个苦差时 等皇帝长大了 说话啥的都得如履薄冰 不少宦官都是因为说错一句话 人头落地 那么他们的命运几乎都是他们伺候的 皇子 太卑 等等决定 他们以后是富贵还是继续人辱富重 那么的种的太监 一般都有着非常高的收入 除了俘虏 像李林那种当上大总管的太监 不少商人政客想要托皇家办事都是找他 那么太监一样是人 到老了也孤独 有了大笔的钱 也会娶几个媳妇 懒满 足内心脏空虚孤独 那么作为太监妻子 除了照顾太监的生活 还得听从太监的这个安排 因为太监知道自己不像正常男人 要想让妻子对自己始终如一 那么只能立下规矩 就是让妻子陪自己到死 若要令家他人也只能等自己死后 这个规矩让太监的妻子们 饱受憋屈 他们不能享受正常的夫妻之乐 只能为了金钱苟活 那么在古代作为女人 很多时候都不公平 男人三妻四妻 有的还被迫嫁给太监 太监虽然不会生子 但是 他们也会去找一些小孩收养成养子 从此有了后人 他人的张 太监虽然不会无止 太监虽然不会有适当 一联续的子 太监虽然不会有彩虽然不会有 照顾太监虽然不会有 相当 Ref 实际的 lång位于两人 俄应的程度的批判